我們要講解展開圖了 展開圖有幾個觀念,同學特別注意一下 1比1畫出來嘛 各段為時長 這個等於是廢話 你要2比1畫也可以 可是這個因為是展開 再來 他的 內展 要 內面展開喔,可是內面展開 同學特別注意一下 不對稱形 它展開的時候是不對稱的 才有影響 或是你這個東西有厚度 才有影響 沒有說實在 只要是對稱的 沒有什麼內斬外斬 再來摺線 摺線記住喔 不是細時線喔 不是 不是虛線喔 有時候你再做一些 那個 手工藝的時候它都用摺線 不是,它是細時線 特別注意一下 好,再來 不用畫出那個接著面,有的人會把接著面畫出來 比如 我再把它 捏 接著面這個東西 好,不用畫出來喔 所以這個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 在最短面接著 好,因為最短面接著的定義是什麼 比如說 比如說 我現在一個 展開圖是長成這樣 好 長成這樣子 這個東西都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把這裡切掉 放到這邊來 哪一個比較好 好,同學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 這個,為什麼 因為它要接著的 面積比較小嘛 代表它怎樣 膠水用的比較少嘛 所以要把握這個原則 這幾個原則 好,再來 展開圖有兩種畫法 一種是平行線畫法 一種叫放射線畫法 平行線就是用在柱體 放射線用在椎體 所以這個特別注意一下 好 好,我們先來講平行線畫法 什麼叫平行線畫法 比如我現在有一個圖是長成這樣子 好,就是把各個 邊的高 把它先畫出來 這裡是每一個 面 每一個面的寬嘛 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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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把它接著起來 這個就叫平行線畫法 好,來 所以我們來畫畫看 好,老師先 因為第一次畫 老師講的比較仔細 比如這個A B C A B C 我們在展開的時候 記住 都是順時鐘 養成習慣 順時鐘 所以這裡是A B C 好,老師 這裡有一個 是讓你對 它的高度的 這個沒有 這個 如果聯考的時候 你可能要自己 畫這一些高度 等一下我們後面還有 一些示範 這樣 好,所以就是 這裡的距離 把它 對過來 所以有這幾個高度嘛 再來 用你的圓規 把這些寬度 寬度是在這裡 每一頁的寬度是在這裡 每一頁的寬度是在這裡 好,開始量 好,你注意看喔 現在老師要量兩個尺寸 我就是這樣子 一次兩個 對不對 這樣子是比較快 你就不用量三次了 好了,之後 好,來 畫這個的垂直性 好 再來喔 特別注意一下 好,我們現在來畫完成圖 好,來 記住 這一點是A點 再來喔 V點 在這裡 要往這邊畫 A點一定在最前面 這個就是內展 其實 我跟你講過 只要是對稱型 不管是內展外展都一樣 好 記住 外框是出實線 糟糕 所以我這裡應該要有一個是系列 系實線 好 我這裡要一個 剛才我已經量這個是每一邊嘛 所以這裡 好 好 出實線 好 出實線 現在喔 特別注意一下 我現在 畫這一個的 那個 上蓋喔 上蓋 記住是斜面喔 斜面 請問同學 斜面 是要畫輔助仕圖 除了三角形 為什麼 老師請問你喔 我現在是這個斜面是 這個三角形是 這一段 接這一段 接這一段 如果我現在問同學一個問題 我現在給同學三個 三條線 三條線喔 如果給 全班50個人 畫這個三角形 請問你會得出幾種三角形 會有幾種 50種嗎 不對 如果沒有辦法思考 我現在要舉 另外一個例子 我現在如果三個都一樣長 請你畫一個三角形 每一個人畫出來 都是正三角形 只是角度不大一樣啊 所以一樣三角形 我們只 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 那個 十長去量出 它的 實際形狀 好 可是四方形不行喔 為什麼 你看如果有四條 一樣長的 請你畫 方形 你畫出來會是 怎樣子 你會說 老師我畫出來是正方形啊 可是請問你 我如果畫出來 一樣邊長都一樣長 可是它不是 平行四邊形嗎 所以 三角形以外 就不能這樣子做喔 所以你可以看 我就可以量這一段 這一段跟剛才是一段 一樣的 我現在畫 再來 再量這一段 我另外一個 長度是跟這個一樣長 這一邊啊 所以畫過來 所以這樣子 我就找到 這個等一下用 細實線畫 我們第一次畫還是示範一下 好 好 所以我這樣比較細的 筆畫 整個線都是用比較細的 同學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差 因為我 一直是0.9的 可是我沒有0.3的 所以畫出來就像這樣子